我们说这个中医还有心理学 那心理学就是现在西方强调的 其实包括他们现在讲的这种占星 这种能量 你看西方他一方面信科学 一方面对这个宗教这些 都是两个分开的 我信科学我又信宗教 他们不矛盾 很奇怪 在中国 中国人都是现在道德的 变速的 包括哲学的东西 这些都是西方的词 他把这两个中间加了一个哲学 这个是乔的 当然有的人执行这个 你说这些东西 他都是羊的吗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些东西 都是因为所以科学道理 最早 中关 德国 中文 都不算不错 但是这个人 在说我们人处世啊 人生当中啊 各种问题啊 人事物等等 这种 它是 真的是用正常的道理 就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 就能解释了 第一个它是形而上的这些 应该是球学 高度抽象 现在科学 也开始一致 而且 比较伟大的 我觉得天文物理学 等等 这些都是高大上的 都是一种 大的设想 小心求证 这些刚开始的东西 都是想的 那想的本身 我们如果说 看得见的 叫羊 那想 实际上 恰恰相反 咱的意识是一样 物体 身体 是东西 所以说 我们最早前面也讲了 这个马列 我们应该到 反正去翻最前面的课 然后 你看这个中医 四五千年 它真的是 纯 我们说医病 这个医理 这些东西 你知道中医的广大经历在哪 第一 最大的 就是 天香 就是源于这个 天体的运行 五云六气 这是最大的 经历 每逢六十年 我们看现在 当下 这三年 是不是出现状况 再往前推六十年 那 就是 三年自然大害 大计划 再六十年 那它里面有天在有人活 尤其现在 我们现在人 道心为微 人心为微 这个 就是 八国联系 清华 新手条约 你看现在也是 新楚年 六十年一家族 再六十年 是什么 雅片斩政 是吧 它自然有天道的一种大计划 你说这是羊还是阴 还有 还有 就是 其精微者 是什么 助有 助者 助也 有者 其 助其原有 就上古之人 就是 《黄帝内经》 我们都说了 那个时候 只用助有就可以了 包括情绪治疗 音乐 什么 其实这些 我们都可以归到助有 助 它就是一种信息的 传达嘛 咒嘛 我们前面的课 也 标题里面都有 可以看到 那心理学呢 你说完全 什么叫心理 它就是 在里面的 它不是心脏 也不是大脑 就那个灵魂所在 灵芝所在 所以这些东西 恰恰都是我们 肉眼 甚至科学 仪器所不能看的 那你说这些是 羊的道理吗 那只要有了这些 才是整全的一个道理 有些音有些羊 有的时候 音多一点 有的时候用羊更好办 凡事都有些阴阳 就这样才能 完整的 周全的 考虑一个问题 解决一个问题 所以说 就是 无所谓 什么 什么你都不信了